你不想让娜娜坏婷婚事 我跟你说 我这也是为婷婷着想 我不想让娜娜坏婷婚事 那你就找娜娜去谈吧 问题是娜娜听你的呀 她又不听你的 我找你干什么呀 对了 只要娜娜还听我的 我就不会让她去香港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小人计量啊你 我 我真懒得跟你说 那你出门的时候就帮我把门关上 我得睡会儿 无聊 无聊 无聊有的时候也是一招 是啊 我现在也变得没关华了 你们都干吗干吗 别偷了啊 别 别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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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慢点 行了 伸下来就告诉我一声 想吃啥就让姐夫跟我说 行 来 来 把那些厨子都给我看好了 千万别让他们掉链子 你放心 我会调理他们的 来 走 车开慢点 姐夫 来 谁啊 没事 来了 你好 丁丁 你好 赵先生 你好 来来来 进来 进来 杨顺 杨顺 你这脸怎么了 我 下楼 下楼是摔了一下 我这是太乱了 要不咱上门口聊 好啊 好 来 来 说吧 我们找家茶室做做吧 别了 我这晚上出车挺累的 有什么事就带着说吧 有 也行 那么就 简单点说吧 杨顺 你喜欢娜娜 我们都很高兴 现在周总在这件事上 她也表示赞同 她希望 我拦一句啊 你们要是想让娜娜回去 不妨去找她谈 好不好 不是了 杨顺 你先听我们说吧 我们真的很有诚意的 也希望能以和为归 赵先生 我绝对不怀疑你们的诚意 但是我杨顺做事情 也是讲原则的 我和娜娜在一起 是因为娜娜表明了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的情况下 我们才在一起的 这也是我们能够在一起的 主要原因 怎么叫做没有关系呢 娜娜是我爸爸的女儿 也是我的姐姐 那你就去找娜娜去解释 好不好 杨顺 你是受过教育的 你怎么也胡搅蛮缠呢 周总已经承认 她在你和娜娜的事上 是做得不妥 我们也诚心地 请你回去工作 为了娜娜以后着想 你也应该豁大一点 实在对不起啊 我这晚上开车 确实挺累的 要不今天就像这样 杨顺 你应该为娜娜负责任 婷婷 我喜欢你说的这句话 我也是一直都这么做的 杨顺 这是一对冤家 跟她每个人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吧 对 我们应该让大人来解决 嗯 喂 喂 婶儿 我是娜娜的妹妹 婷婷 回来了 饭都熟了 我跟你说啊 那个顺子在那边惹麻烦了 怎么回事 那边来电话说了 说顺子在那边开出租车 还跟娜娜住在一起了 这婚小子 可人那边周总已经答应这事了 想让咱过去一趟 劝顺子上班去 让娜娜回家去 人家这是答应吗 人家这是没有办法 那你说 你说 该怎么办呢 先吃饭吧 过去再说 今天就去啊 今天不去啊 还等人来骂啊 你看你 你看你 这事还没闹明白呢 你就先发火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人家早就说过 要带娜娜走 杨顺把娜娜留在那儿 这不是在捣蛋吗 人家真要是看上了顺子 还能给她死咯 还用得着让咱去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 那就赶紧吃饭吧 二位 菜齐了 请慢用 好 谢谢 还疼不疼 别动 别动 怎么了 没睡好 上午文静去了 刚睡一会儿 婷婷和赵志伟又去了 去干吗 劝你回去 那你怎么说 有什么好说都顶回去了 顺子 他们好歹是我娘家门上的人 我可以顶 你可不能没有好话 你这什么意思 不是你说的都一刀两断了吗 不认归不认 他们是我娘家人 不认就不是 没有什么认归不认的 行了 不说了 你吃吧 娜娜 这件事咱俩可说清楚了 以后别让你这帮亲戚 再来找我 再找我的话 没有好脸子 他们去找你 我能拦得住吗 你不给他们好脸子看 也该给我好脸子 怎么一提他们就跟我瞪眼睛 那你嚷嚷什么呀 你要是担当不起的话 你就回去 我说要回去了吗 再说了我还没过门 我就是回去了又能怎么样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 我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我会怎么样 那你就把我带回东招去 咱们离他们远远的 我还偏偏不走 我就要在这儿整治整治他们 吃完就滚吧 老板 这边坐 好 来 小朋友 谢谢 谢谢 给你们拿菜单啊 好好好 来 吃什么 随便点 好 拿菜单来 我看一下 你们这边里面什么特色的菜 海鲜炒菜都有 还是先找个店住下吧 这事都已经这样了 你有话 跟他好好说 好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咱还是先去找个旅馆吧 然后再去找娜娜 行 走 好 老板 买单 四十 真好 下次再来啊 欢迎光临 姐 我把爸爷请来了 娜娜 好 爸 你坐吧 好 我说了 我让你们别来了 就不能让我安静点 你不回去 我们也安静不了啊 一个人一个活法 为什么非得让我回去 我是折腾过你 那我是没文化 可你是有文化的人 你折腾我一下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去折腾人家杨顺 娜娜 娜娜 你知道爸爸的能力有限 帮不了你多少忙 但是爸爸 希望你能生活得好一点 你妈妈现在有这个能力 她让杨顺回去 也是为你们前途着情 你喜欢杨顺 也应该替她的前途考虑 最起码 得有一个稳定的职业 你说是吧 她为什么早点不这么想 她要是早这么想 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像今天这么麻烦 她老想抓我回香港 她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 我心里喜欢她到底是什么 她现在知道了 却在背地里给我使坏 我想帮她一个忙 结果得罪了一大片 她帮我个忙 结果帮的就是些倒忙 现在好了 弄得人家杨顺父母都开始嫌弃我了 今天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了 说邹总已经同意你们的事 请他们过来给你们定下这事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娜娜 其实婷婷是为你们俩好 对对对 杨顺是大学生 做出租司机 做得很是吧 她在公司不也是开车吗 有谁拿她当过大学生 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 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 她不想当周总的女婿 我以前不也堵过气吗 是 你现在气顺了 你当然这么说了 姐 你不也希望我幸福吗 我当然希望你幸福 我也希望我爸幸福 我躲开你们 不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幸福吗 既然这样你就应该回家 你是我姐 你跟我爸都应该去参加我的婚礼 我要是参加你的婚礼 我就该参加小顺子的葬礼了 娜娜 婶 你想把杨顺埋到哪儿了 婶 你来了 爸 这就是杨顺的父母 不用介绍 我们都认识了 老杨大哥 你好你好 顺在哪儿 她应该一会儿就能回来了 谢谢 叔 婶 你们坐 你是 我是方婷婷 娜娜的妹妹 婷婷啊 都坐下来吧 坐下来 姐 你去把店门关上吧 关了吧 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去 哎 今天啊 我们听婷婷啊 说了点事儿 我们两口子啊 就坐不住了 哎 这一路上都在商议 一个小马娜娜送回去 一个小马娜娜接回来 可是这事儿呢 也由不得我们俩来定啊 哎 该怎么办呢 我们还在听听你的意见 嗯 是这样 娜娜母亲的意思呢 让杨顺啊 先回公司上班 让娜娜也回家 等把婷婷的婚事解决了 再忙她们的事 您看行吗 老杨 你看呢 应该欣赏娜娜回家 不过杨顺回不回公司上班 我们还不太清楚 如果杨顺要是不回去上班的话 那我们就把她带回去 这不行 娜娜怎么能跟杨顺分开呢 我们只有一个杨顺 并没有打算让她长期在外部工作 既然她们俩有这意思 那就等我们回去给她俩做个案呢 那也不行 这事儿得征求一下周总的意思 这是我们个人家庭问题 周总是娜娜的母亲 难道她就没有发言权吗 我们这次来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她们俩的婚事 而是让她们各就各为 后边的事儿呢 还是让她们自己决定吧 娜娜 你说呢 我听杨顺的 你还住在顺的那儿 是 你回家吧 一会儿我们把你送回去吧 我家在凌晨 要送就送我回那儿吧 娜娜 你还是先回周总那儿吧 嗯 叔 婶儿 你们既然来了 就和周总见一面吧 这样也可以消除一些我们之间的误会 我刚才说过 我们来是解决杨顺的问题 是要带她回去的 你们这样做就不合适了 我们只是要求娜娜先回去 并不是让你们带杨顺一走了之 杨顺的问题关系到娜娜 既然关系到娜娜 为什么就不能两家的家长坐在一起好好谈一谈呢 方婷婷啊 你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指责我后面 我没有指责 只是请他们尽点责任 是吗 那他们应该尽什么样的责任呢 你心里明白 我心里头不明白 我跟娜娜的事你们管不着 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父亲 什么叫做管不着 你和娜娜之间是一种婚姻关系 难道就不该听取一下我父亲的意见 难道我就不该代表女方 表示一下态度 娜娜跟你这个权利了吗 那叫我娜娜 你俩别吵了 你坐下 都坐下 娜娜 坐下 杨顺啊 有什么话坐下来说吧 顺子 我和你妈来的目的是带你回去 我们把你培养成了大学生 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混碗饭吃 替人家开了出租车 现在你妈的身体又不太好 你也该回去尽点小心了 爸 我肯定会回去 但是我现在不能走 你俩这样也不成体统啊 你要不想走也行 那你让娜娜先回去 娜娜要是愿意回去的话 我不会拦着她 娜娜要是不想回去的话 我也不会劝她走 你要尊重人家的意见 我和你妈来 也是为了把人还给人家 人家娜娜自己有组件的 要不然的话 她不可能留在我这儿啊 你这么做人家会看不起咱 你知道吗 也看不起娜娜 咱得对娜娜不责任知道吗 这样吧 你先让娜娜回去 这事啊 咱回头再商议行吗 那我这问心无愧的 我管别人怎么看我干吗 你这混蛋 你哪来那么多邪劲 你还先不丢人哪 小欧阳你这干吗呢 你坐下坐下 爸 娜娜 我跟娜娜的事 我们自己会处理 你要不回去了 喂 杨舜 杨舜 你看你这事闹的 说 事儿 你们别生气了 事情都是我惹出来的 别怪杨舜 娜娜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 行 我听婶的 都想让我回去 那我就回去吧 来 你不下来吗 不 我回家 当然 你该让麦克来接你吗 我没想到会这样 是啊 你这个时候把人家父母叫来 是不太合适 师父 开车吧 那你还要有人 我让她再来 你还要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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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管你 你还能管我 你还要管我 你还要管我 什么 他回来了 好好 那我们明天早上去捕他 好 拜拜 靳林 志伟来电话了 娜娜回家了 惊的 那好啊 表示有希望啊 是啊是啊 抓住他可真是不容易 他简直就像一只狐狸 赖子 消散了 小辣子 女人 走起来 泡水 葱 炒不好 水 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妈 娜娜 来 坐吧 还在生妈妈的气啊 你吃了吗 我在等你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做早饭了 你在我心里太重要了 我迟早会嫁人的 知道 所以 又越发舍不得 其实我也想伺候你两天 你能回来 妈妈就知足了 爸爸你要生孩子了 我答应了要帮他看摊 不能过去看赵先生 没关系 他能理解 娜娜 你懂事吗 我非要去香港吗 你说呢 我说了不算了 我说了不算了 娜娜 在对待杨顺的问题上 我承认我错了 我忽视了你的感情 现在我把公司交给了志伟 我希望你能劝劝杨顺 让他回去上班 只有杨顺有前程了 你的生活才会好 你应该把这点告诉杨顺 我试试 我现在怕了他 为什么 新给他了呗 娜娜 妈妈在你身上 真是亏欠太多了 如果她真的爱你 她应该让你回到我身边 等你真正成熟起来 像个女孩子的样子了 妈妈会让你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这也算是我这个做母亲的 尽到了责任 姐夫 我给姐炖的虫草无鸡汤 炖了一宿呢 你送去吧 行 姐夫 杨顺要回公司上班了 那车你另找人替吧 那今天还开吗 今天也不开了 你自个儿悠着干吧 成 妹 妹子 你暂时别 别走 我跟顺子不一样 他有文化 开你这车可惜了 有文化管 屁用 有文化不用 那才真是当屁用了 有道理 走 走 走了 阿姨 练着呢 杨顺 最近你怎么好半夜回来 这不是开出租呢吗 我换工作了 开车累 让招地儿好好给你补补 行 阿姨您练着吧 我那接班去了啊 好 你瞧 咱俩现在 又变成牛郎之女了 怎么就成牛郎之女了 我打算要再陪你了 喝吧 今天不用开车 什么意思 喝完了 就回家看电视 看完了电视 明天去上班 你爸说得对 好不容易把你培养成了个大学生 不是为了让你混饭吃的 又成大小姐了 我本来就是个富贵命 只不过我的福气 来得晚了点 你以前不是说跟他们一刀两断了吗 我现在刀枪入库了 娜娜你挺好了 我不想也不会回去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可我是粗人 但你不是粗人 你得为咱们的前途想想 要是真为我好 就应该回去 我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是个粗人 我为什么会喜欢个粗人 是因为我也是个粗人 你别捡我那套刀刀了 既然他们要逼咱们回去享福 那咱们就回去 我妈也知道处理了一个不该处理的人 她现在引咎辞职了 不就是在跟你认错吗 你是不是还想去香港 你去我就去 那这么说我还算奖了个大便宜了 别说风凉话了 明天回公司上班 下了班早点回来吃饭 把车钥匙给我 好 其实她撞这么个妈 也算是咱们的福分了 起码咱以后不吹钱花了 嗯 说得对 开窍了啊 婷婷都快要急疯了 我要是再不开窍的话 她能在我跟前撞死 行了 来 喝吧 你跟他们一块儿回香港吧 等老板娘回来再说吧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 您在这儿遭什么罪啊 等老板娘一出院 赶紧让她另外找人 那你跟我一块儿走吗 其实我也想了一整天 我觉得我也开窍了 这就对了 你想想你爸那天 气得脸都白了 怎么要再这么顶下去 她说我耽误了 就不只是婷婷结婚的事了 恐怕把咱俩的事也给搞砸了 对 你那些东西我给你送回去吧 不用 我还要去给你收拾窝呢 顺子 你该不会是想回东周吧 我不敢 我哪敢回东周去 你也别想不开干什么傻事 放心 肯定不会 我还不至于为了你去寻死 那就好 你要真为我寻死的话 我也不好跟你爸妈交代 怎么你说的这个俏皮话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啊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你是不是在我这本书上 又看到了不好的东西啊 您现在都是大小姐了 以后坏学会很要命啊 是吧 算你说着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等你回公司之后 我以后要每个月去 把你的工资给领了 这句话我听着 怎么也一点意思都没有呢 好 顺子 我怎么才能让你开心一点 我找不着那份心情 我也觉得咱俩之间 现在好像隔着点什么 对了 这就叫隔阂 什么意思啊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自己查字点击吧 你还是转不过弯来 你别管我呀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跟着感觉走 让他带着你 幸福就在不远处等着你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你要是不想回去 我就仰着你 饭在您这儿不值钱 老板 你就不是个值钱的东西 你再好好想想吧 老板 吃饭 坐哪儿啊 吃点什么 喂 杨胜同意上班了吗 他心里还憋着点气呢 麦克 嗯 问你个问题 什么叫做 我 怎么了 我和你有隔阂吗 我们 不会啊 我那么关心你 那你和婷婷有隔阂吗 我和婷婷嘛 情投意合 当然不会有隔阂了 居然敢这样遭到我的感情 谁啊 一个算命的先生 说我和杨顺有隔阂了 算命老头的话你都行 爹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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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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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的形象 你看啊 以前咱俩算是 英雄救美人 以后就是美人救英雄了 我还指望你回来搭救我呢 那趁你的脑子 还没有被学校弄坏的时候 赶紧回公司上班吧 你想想 容成公司是我妈的 你不去那儿 去给别人研究个啥 不是 你这让外人看见以为拉着犯人上刑场 你松开 姐夫啊 一会儿你送杨顺去公司啊 行 我这自己又会走你 你怎么还推我腰 他头发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去 小心晚上回去我弄死你 你怎么会走 姐夫 谢谢你了啊 拜托 娜娜 自己干活的时候别太累了 我走了 安顶的 走吧 对 对你挺痴情 就是有点烫手 没没没结婚都都这样